老師你認識大飛嗎 很崇貴的一個鬼 看電視 我要跟你們講一個故事喔 是一隻烏龜跟一隻小兔子的故事 大飛夜店牽別的女生 什麼 你為什麼有去夜店 我在旁邊聽人家說 是誰養的烏龜 大飛的烏龜嗎 就是講我很生氣喔 我一頭熱的一直吵一直吵 然後吵到後來我說 那我們乾脆分手好了 然後他電話的那頭就是 然後我就想說 他應該是想要好好想一下 然後沈浸一下 結果我就說 好啊 等一下你就給我一個答案 他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 今天台灣阿成 已經最後一集完結篇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 你可不可以在那邊示範一下 就是姐姐怎麼跟小朋友講話 好啊 等一下 後面的 你幹嘛 勾拔咧 快 爬過去 快 跟他講話嗎 就是你怎麼帶動他這樣 帶動啊 帶動 氣 好 那姐姐今天要跟你一起來帶動跳喔 我啦 姐姐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好不好 那通常因為 小朋友的高度比較低 所以我們都要跟他們是 就是差不多平時的高度 要蹲著講 對 然後你就要跟他 非常有耐性的講說 待會我如果把手手舉起來的時候 你也要舉起來喔 什麼 怎麼沒有 沒耐性 沒耐性 還遮 這麼小孩在地上爬 手手姐姐姐 好 那我們要抓妖怪囉 預備 起 抓一隻妖 抓妖怪 你老闆 可是你現在就懷疑了 你快要抓交際了 就是叫你把手伸起來 好不好 對 不是 楊晨熙 對不起 我們今天沒有應徵那個 訓獸師好不好 你感覺到 喔好 你還訓獸棒 那要把手頭舉起來 抓一隻一隻 中間兩隻喔 預備 起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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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 兩隻 七七乖乖乖 七七 七乖乖乖乖 嘰嘰嘰 你剛剛是吵极是不是 那是中風是不是 欸 保姆不能中風啦 妖怪手錶不會唱 所以說你跟小孩子講話的語調 會變得比較不一樣 會比較可愛一點 因為都是小小孩 對啦 那個都是小班的嘛 到六歲以前 對啊 對 然後所以你跟他們講話 如果你用大人的聲音跟他講的話 他可能就是 距離感 頻率 不是他們可以喜歡或接受的 因為你跟他講話頻率要高一點 所以他注意力不會在你身上 不會 他就覺得你可能是爸爸媽媽或老師 你當初怎麼會去應徵當姐姐 因為我當初是學幼教的 是喔 對 就是我是有教師證 然後有 妳有幼教老師證喔 真的喔 那妳有去幼教學院上過班嗎 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拿教師證的話 都要去實習一年 所以我是在學校幼稚園裡面 跟小朋友相處一年 哇塞 那妳很厲害 他們有些小孩他們不是那麼的 要討喜 對 但他們不是有問題喔 但很多時候老師為了節省麻煩 就會覺得說他們是有問題的小孩 所以不理 譬如說像這種啊 我們大家就是坐在這邊講話 然後老師說 現在要來講故事給你們聽囉 然後就會有這種小孩在邊緣 然後一直到處遊移的那種 走來走去 對 根本不聽 但他有時候不是他有問題 是他真的很聰明 他沒有辦法 就是他看不起大家 他覺得大家比較笨這樣子 原來你是看不起我們喔 不要問說話 走來走去 怎麼終於了解真相 乖乖乖 是妳是吧 我不要問說話啦 通常這種小孩他就是 藍眼看著大家 因為他覺得大家都是笨蛋 然後只有他是天才 是喔 所以不同小孩不同反應 你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什麼樣子 其實你就是從他的一些行為裡面 就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有修一些就是行為的觀察課 然後你可以去知道 可是楊晨熙 你平常是很暴怒 很容易暴怒的那種 沒有 你遇到那種你搞不定的小孩 你怎麼辦 我沒有暴怒 我是來到這裡 就不知道為什麼都會變暴怒 那你在教學的時候有暴怒過嗎 是不太會 因為我平常其實算是 應該不會 你看他上班 那種蠻高的 對啊 很可愛 對 對 是我耶 那個時候比較肥喔 比較 討喜 對啊 那時候比較好看 可愛啊 可是我覺得 他有可能是為了五斗米而直腰啊 我沒有 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按堂自己的 破線 對 人家所以我問 你說你 你的一個大忌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忍受 講故事講到一半 被小朋友插嘴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跟 大飛機 妳知道嗎 我要大飛機 什麼大 你跟他給啊 好 預備 請講故事 講個故事 好 三個都說 三個 小朋友 來 預備 起 好 那老師要跟你們講一個 老師你們有去大飛嗎 我 很窮怪的一個 對 看電視 我要跟你們講一個故事喔 是一隻烏龜跟一隻小兔子的故事 到我們夜店牽別的女生 什麼 我為什麼有去夜店 不知道我在旁邊聽著那個 是誰養的烏龜 大飛的烏龜嗎 哈哈哈哈 就是這隻烏龜 它是比較忠厚老實的 老實的烏龜 對 老實的烏龜 然後呢 這隻兔子 它很聰明 兔子 這隻兔子會搭飛機嗎 不會 兔子不能上飛機 如果他們要上飛機的話 要先關籠子 知道嗎 什麼是籠子 籠子就是等一下 要把你關進去的地方 哈哈哈哈 你 你 那不是老師 老師沒有兇 老師最喜歡的就是講道 老師 老師你看起來 年紀有點大耶 年紀有點大耶 你說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為什麼說要搭飛機啊 大飛 大飛機啊 飛機是在天上飛的飛機喔 可是77那台飛機是我們都叫他 大飛機 吵到後來我說 那我們乾脆分手好了 然後他電話的那頭就是 很安靜 來 握手 握手 勾到 撿球 嘿 十集 我們前兒童台的可愛姊姊 楊晨璇 有慣性開訪的這個印機 她說這一次超酷的 有打大長長的 我都是去有主題式的 我就摔一摔叫人來抱來 叫我喊你 我就整個嚇到 天啊 那姊姊今天要跟你一起來帶動跳喔 姊姊做 姊姊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好不好 好 那通常因為 不要就回家啊 不要 乖了吧 通常因為小朋友的高度比較低 所以我們都要跟他們是 就是差不多平視的高度 要蹲著講 對 然後 你就要跟他 非常有耐性的講說 待會我如果把手手舉起來的時候 你也要舉起來喔 什麼 怎麼沒有 沒耐性 沒耐性 還遮 我小孩在地上爬 手手姐姐姐 好 那我們要抓妖怪囉 預備 起 抓一隻妖 抓妖怪 你老闆 可是你現在就懷疑了 好可怕 不問人 你快要抓交際了 就是叫你把手伸起來 好不好 可是妳平常是很暴怒 很容易暴怒的那種 沒有 妳遇到那種 妳搞不定的小孩 妳怎麼辦 我沒有暴怒 我是來到這裡 就不知道為什麼 都會變暴怒 那妳在教學的時候 有暴怒過嗎 是不太會 因為我平常其實算是 應該不會 妳看她上班 EQ滿高的 對啊 好可愛喔 對 是我耶 那個時候比較肥喔 比較討喜 對啊 那時候比較好看 可愛啊 可是我覺得 她有可能是 為了五斗米而直腰啊 我沒有 你看 哈哈哈哈 暗停自己的 貨性 男生有問嗎 妳說妳 妳的一個大忌 就是說 妳沒有辦法忍受 講故事講到一半 被小朋友插嘴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跟 打飛機 妳說什麼 我要搭飛機 什麼的啊 妳看那個臉 好 好 預備 請講故事 講個故事 好 三個都坐下 三個小朋友 好 預備 起 好 那老師要跟你們講一個 老師妳們是搭飛嗎 對 很崇拜的一個 對 看電視 我要跟你們講一個故事喔 是一隻烏龜跟一隻小兔子的故事 我看要搭飛什麼 是誰養的烏龜 大飛的烏龜嗎 就是這隻烏龜 它是比較忠厚老實的 老實的烏龜 對 老實的烏龜 然後呢 這隻兔子 它很聰明 兔子 這隻兔子會搭飛機嗎 不會 兔子不能上飛機 如果他們要上飛機的話 要先關籠子 知道嗎 什麼是籠子 龍子就是等一下 要把你關進去的地方 哈哈哈哈 你 老師沒有兇 老師最喜歡的就是講道 老師 老師你看起來 年紀有點大耶 年紀有點大耶 你說什麼 為什麼說要搭飛機啊 搭飛 搭飛機 搭飛機啊 飛機是在天上飛的飛機喔 可是其實機那台飛機 我們都叫他 女生一定會說 就是對自己有利的 那男生那邊也會說 自己對自己有利 這圈內我認定是真心好朋友 我覺得應該是 是喔 應該是都沒有秘密的 妳這一生當中 妳身邊比較好的朋友是哪一些 晨熙啊 小靖 依依啊 何美 小優他們 既然她第一個就講中了 楊晨熙 在裡面 來 也沒有什麼好隱瞞 這在 是誰 哇 妳跟她之間有沒有什麼 沒有 我跟她是真的是蠻好的 就是 而且我開心難過的時候 對 說不定妳難過的時候她才開心 應該不會吧 她真的對我蠻好的 年輕人 終究是年輕人 可以嗎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段 她跟楊晨熙 之間的恩怨情仇 其實 晨熙有一件秘密 小愛一直不知道 以前呢 小愛 晨熙 還有小愛的前男友 他們三個感情非常好 但是當小愛跟前男友分手之後 晨熙大師站在好姐妹這邊啦 一起幫小愛罵前男友 然後說前男友的不是 並且跟小愛保證說 以後再也不會跟前男友見面了 但其實 晨熙私底下 一起跟著男的 還有偷偷在見面 吃飯 逛街 更怪他們的是 這個男生現在的女朋友 還是晨熙介紹的 只是小愛只不知道而已 經過共同好友的線報 得知該男性與楊晨熙 相約至楊晨熙開的居酒屋吃飯 派人埋伏在店內等待 一個小時後 小愛的前男友果然出現 楊晨熙立即招呼男生入座 沒想到楊晨熙竟然坐了下來 一座就是一個小時 可見兩人的友誼身後 離開時 楊晨熙還送男生到門口 讓我們為安以愛的信任 默哀三分鐘 唉唷 來 坐坐坐 晨熙竟然坐這種事情 而且我很喜歡我之前的前男友 我知道妳很喜歡妳前男友 但是 但是 就是你們那時候 有不開心不歡而散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男女之間的事情 很難講 就是 女生一定 會說就是對自己有利的 那男生那邊也會說 自己對自己有利 好 再幫妳 所以不是因為男生劈腿 而是兩人性格上有所差異 你到現在應該都跟他沒有聯絡吧 你看 小愛 剛剛 就是那個男的送他來錄影的 亂說 什麼 這個太好了 沒有 沒有 我剛剛自己開車來的啦 這是在半世感情的嗎 怎麼會這樣 沒有 因為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男女之間的事情就是 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站在一個朋友的角度 就是我不會很偏頗說一定 會站在誰那裡 可是當下的時候 因為安以愛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然後很傷心這樣 所以我一定 對啊 我是站在你這邊的 好喔 來 OK 好 妳還幫他介紹女朋友 有沒有 有 不是啦 那不是重點啦 不是重點 為什麼還幫 這個應該真的要老實說吧 因為妳覺得 妳知道我會蠻在乎這件事情 如果說是別人的話我都不會 但今天是妳 妳是我的好朋友 我覺得應該是要老實的跟我說 不要瞞到就是現在我才知道 如果妳直接跟我說我還覺得 好 可能過幾天就沒事 但是是妳到今天才告訴我 因為我很怕你們之間就是 妳對他還有一些些情愫在 然後如果我跟妳講了 妳會不會就是 又開始跟他聯絡上什麼的 可是他已經有對象了 我就是怕事情搞得會更複雜一點 好 怎麼辦 怎麼辦 通常綜藝節目都是不會搞成這樣 重強烈 我覺得他最近就是有一點奇怪 就是因為像以前我約他出來 他就是都說OK OK 然後就出來 但是最近我約他五次 他有四次都拒絕我 然後你知道他原因是什麼嗎 他就說他要去一個人 一個人去享受旅館 就很奇怪 不可能 你會一個人去旅館嗎 我們其實聯繫一下旅館 來 我們旅館見一哥 請跟他們做出說明 這不可能的啦 一個人去享受的 對 他就說他有一個人 我就說真的假的 他說對 因為他好喜歡一個人去 我都是去有主題式的 主題 你會不會說 不可能去都是很奇怪 有主題式的 又要問主題式的專家了 對 聯繫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適合一個人 對嗎 沒有 我真的主題才是重點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去 你會不會 那你就住一整個晚上 不會… 就是三個小時 一個人要做 週麥 一個人很多事情可以做 因為你可以坐在那邊 就是休息 想事情 你可以確定 你開動了就是想什麼事情 還沒想什麼事情 好 直擊 我們前兒童台的可愛姐姐 楊晨熙 有 慣性開訪的這個印記 對 有沒有 他有直擊說 欸 他今天現在又要來這邊開訪 而且有這個截圖 他說這一次超酷的 有大大長長的 超可愛的 到底一個人比較開心 還是真的有兩個人 那就是什麼 各位 抓猴 就是抓猴 而且會有一個奇怪的聲音 兄弟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這個 珍貴的畫面 這個房間呢 我已經問過了這個 摩鐵的活字點 要問丞翰臉 還有押韻嗎 就是在附近這裡 大指這一間 只有這邊有 所以我們在這邊 他說他等一下 阿姨還說他等一下就會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直擊 大便真的 真的 來 過了半小時左右 終於讓我們等到了 下面真的嗎 好恐怖喔 車牌 開進去 對… 等一下… 對 確認… 神經病 那我們現在廚房 你好 你好 你說現在是什麼 不好意思 想請問一下 你們這邊有沒有像那種 就是時鐘建的那種房型 時鐘建 對… 有 這個這個嗎 是 怎麼 確認這個 我有… 而且就是這一趟 這一個應該是在那個 這就是我那一家 名字 什麼名字 怎麼會我這去修出來 專業的那種 例行的那個消防檢查 現在 對…不好意思喔 開門… 例行檢查 等一下… 怎麼玩… 等一下有啦 怎麼在消防什麼檢查 好白癡喔 例行檢查就是 黃例行回來檢查 你知道嗎 可以隨便搜查嗎 可以 妳行得正吧 好啊 對 但妳現在這個髮型 是滿尷尬的 自己打扮成阿拉伯人 我要洗澡了 唉唷 幹嘛啦 我跟你講 床底 賣屁了 去吧 沒有啦 真的沒有 你真的太刺激了 點心櫃就是那個 欸 點心櫃 點心櫃啦 真的 不可以看 就沒什麼好看啊 點心櫃像個紙桃 有包包在那邊嗎 對啊 妳有錢喔 唉 不要 那沒有錢 真不極意 嘿 沒有啦 欸 真的沒有 那我可以跟妳做一件事情嗎 怎麼樣 這個是被子好不好 好 我們可以這樣子一起 移到這邊來嗎 白癡 妳知道為什麼嗎 怎樣 沒有 因為我終於可以跟妳一起 一輩子了 一輩子了 哇 很棒 這好棒 這個真的很大 對啊 很大到可以藏 人 什麼啦 來 來 快點看 這邊 沒有啦 沒有 魔鬼藏的細菌 我連這裡有筷子我都不知道 妳當然不知道 因為妳根本沒有空去導覽 這邊也有 沒有 還有 妳要不叫人 喂 可以抓了 可以抓了 太讓人 好恐怖喔 還得了 直接抓 那你出事 還是就躲在 沒人 很珍惜 有個人 好 無處的考慮 真的 真的不考慮 怎麼樣 沒有 不是 不考慮我留一下 好了 沒有 你敢去嗎 好啦 好啦 先生姐再見 好 拜拜 好啦 今天的任務成功 證明了 的確是 而且我有一件事情要講 他其實真的不應該調查我 他之前的前男友 你知道嗎 是把我認成他 我睡在他家的時候 他之前的那個男朋友 一進門就來抱我 你那時候在哪邊呢 那時候我在外地工作 什麼 我是請他就幫忙去餵我家 對 我家狗狗 單獨 這是馬屏的季節 你餵完狗之後就在上 當時就睡 應該就在我床上睡著了 我怎麼知道會有人來 然後就被抱 對啊 我就睡一聲叫人來抱 然後還叫我喊你 我就整個嚇到 天哪 就是講我很生氣 我一頭熱的一直吵一直吵 然後吵到後來我說 那我們乾脆分手好了 然後他電話的那頭就是 然後我就想說 他應該是想要好好想一下 然後沈浸一個想一下 結果我就說 好啊 等一下 等一下你就給我一個答案 他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 今天台灣 阿彌當初兩個在一起多久 還滿久的耶 大概有七八年有了 那怎麼 那怎麼會 怎麼會分開呢 為什麼呢 分開喔 我覺得應該是 在一起太久了吧 你知道喜歡台灣阿誠是不是 你是台灣阿誠那個嗎 對 好笑喔 你這麼喜歡台灣阿誠 好笑喔 有點像喔 跟其他妹妹有點像 對不對 好 OK啦 我跟你講 我已經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了 好笑喔 當初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最受不了他什麼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 最受不了他 每天都要喝一杯飲料吧 就是像那種 茶飲是不是 對 那種手搖茶的 珍珠奶茶之類的 因為最主要是 他如果 一喝到 他不喜歡喝的話 那你那天 可能就會還滿過的 那再買一杯就好啊 不是 因為 我覺得那是我的精神良食 就等於是說 我那天可能要喝到 珍珠奶茶 然後可能是鮮奶茶 然後呢 可能糖藥三分甜 然後去冰 你好囉嗦喔 加鹽果跟珍珠奶茶 你怎麼做姐姐的啊 不是 因為 那時候他還沒做姐姐 但是 一開始的時候還沒有 那後來你看到他做姐姐 會不會喝飲料來做姐姐 好假喔 我覺得最慘的就是 每次看他喝的時候 我也要真的喝一杯 然後結果 結果我覺得最惡感 結果他身材沒有變 然後我就 你變胖 那現在好多了 現在 所以 等一下 好像是分了之後就算了 選擇阿誠是對的 那你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忘記我好了 應該是怎麼說 叫大飛來啦 等一下 慢慢上 慢慢上 為什麼 聽名稱 自己都在上 我們現在跟妳的名稱 太多了 不要學啦 好聽得好 我們上次也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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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那個不是的話 我要走回來 你一定有試過 大飛來給妳看 所以是會閃尿 會閃尿 會啊 他很心動 這太晚了 不行了 男友生天了 男友生天了 那個狗狗好可愛 男友 男友 女生一定會說 就是對自己有利的 男生那邊也會說 自己對自己有利 你到現在應該都跟她沒有聯絡吧 應該在這圈內 我認定是真心好朋友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都沒有秘密的 妳這一生當中 妳身邊比較好的朋友是哪一些 晨熙 小靖 依依 何美 小優他們 既然她第一個就講中了 楊晨熙 來 看看到底被告是誰呢 是誰 好 妳跟她之間有沒有什麼 沒有 我跟她真的是滿好的 就是 而且我開心難過的時候 都在 對 有 說不定你難過的時候 她才開心 應該不會吧 她真的對我滿好的 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可以 我們就來看看這一段 她跟楊晨熙之間的恩怨情仇 我 歡迎 不是啦 那是誰 有關聯的 有關聯 納豆關係人 為我們錄製這一段 VCR 請看 等一下 可不可以當馬賽克嗎 好 好 謝謝 太白癡了 其實 晨熙有一件秘密 小愛一直不知道 以前呢 小愛 晨熙 還有小愛的前男友 他們三個感情非常好 但是當小愛跟前男友分手之後 晨熙大師站在好姐妹這邊啦 一起幫小愛罵前男友 然後說前男友的不是 並且跟小愛保證說 以後再也不會跟前男友見面了 但其實 晨熙私底下 一起跟這男的 還有偷偷在見面吃飯逛街 怪怪真的是 這個男生現在的女朋友 還是晨熙介紹的 只是小愛只不知道而已 接過共同好友的線報 得知該男性與 楊晨熙相約至 楊晨熙開的居酒屋吃飯 派人埋伏在店內等待 一個小時後 小愛的前男友果然出現 楊晨熙立即招呼男生入座 沒想到楊晨熙竟然坐了下來 一坐就是一個小時 可見兩人的友誼身後離開時 楊晨熙還送男生到門口 讓我們為安以愛的信任 默哀三分鐘 唉唷 來 坐 晨熙竟然做這種事情 而且她還穿下半身失蹤的衣服 對 不是 重點是她 她跟我說的時候是 她們完全沒有聯絡了 我個人看法是 斷交 口不出惡言 像妳們這樣就 好 她分手了 那應該還可以是朋友 只是如果太沒品的話 當然就是這樣 但是不是 是因為之前 我 因為之前我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跟這男生分開 就是非常難過的 然後那時候我還跟她講 然後她就也是安慰我 然後說這男生什麼 什麼之類的 結果沒想到現在看到影片 就是連現在的女朋友 都是她介紹 因為其實之前有一陣子 我會去看這男生的就是 就是可能IG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想說 她交女朋友了 然後我就有問她說 她交女朋友之類的 結果跟她講 然後她就說 晨熙還 依附不知道 然後也不跟你聊 對 她就說 然後依附好像跟她無關 對 她就 她也沒有告訴我這件事 如果你告訴我這件事 那我就覺得OK 但是她 今天 但是今天才知道這件事 我覺得有點心痛 而且是在節目上知道 對 天啊 太殘酷了吧 來 放棄 帶楊晨熙進場 太殘酷了吧 太殘酷了吧 這是何情形 我沒有遲到吧 沒有 妳是不是有事情沒有跟我說 我有事情沒有跟你說 是不是有秘密沒跟我說 計時八分鐘開始 請說 因為妳跟我說過 妳有什麼事情都會告訴我 但是到現在 妳是不是有一件事 真的是完全沒有告訴我的 沒有啊 妳確定 還在演 我妹要演啊 不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對 不只小孩子知道 我們現場都知道 全部人都知道 攝影大哥都知道 妳要不要自己講 妳要不要自己講 對啊 前男友 來了啦 對 妳還要堅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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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應該要老實跟我說了吧 因為妳知道我很喜歡 我之前的前男友 我知道妳很喜歡妳前男友 但是 但是 就是妳們那時候 有不開心 不歡而散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 男女之間的事情很難講 就是 女生一定 會說 就是對自己有利的 那男生那邊也會說 自己對自己有利 喔 好 再包一包 所以不是因為男生劈腿 而是兩位性格上有所差異 你到現在應該都跟他們有聯絡吧 小愛 剛剛 就是那個男的送他來錄影的 亂說 什麼 這個太 沒有 我跟他自己開車來的啦 這是在擔心感情嗎 怎麼這樣 沒有 因為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男女之間的事情 就是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 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站在一個朋友的角度 女生跟我是朋友 男生跟我也是朋友 就是我不會很偏頗說一定 會站在誰那裡 可是當下的時候 因為愛你愛給我的感覺就是 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然後很傷心這樣 所以我一定 對啊 我是站在你這邊的 好喔 來 OK 好 你還幫他介紹女朋友 有沒有 我 為什麼不介紹給我 不是啦 其實那是重點啦 人家都還在吵架 不是重點 為什麼還幫 這個應該真的要老實說吧 因為你覺得 你知道我會蠻在意這件事情 如果說是別人的話我都不會 但今天是你 你是我的好朋友 有 我也有幫你介紹啊 你看你那陣子很喜歡光頭的時候 我也一直要介紹光頭給你 你介紹他阿虎給我 阿虎 阿虎還要介紹 公共介紹阿虎給我 阿虎啊 對 那你還不如把他推入火坑 你幹嘛 好病啊 所以我會依照就是大家的習性 因為我 其實還蠻喜歡就是當媒人婆 就很喜歡介紹適合的對象給大家 然後我就覺得 當時已經大概也 那他們兩個都是比較不甘寂寞的人 就是都很喜歡有人陪伴在身旁的感覺 喜歡熱鬧 對 所以我覺得 半年應該是可以夠了以現在人的 就是這種數十愛情的話 我覺得半年是已經夠可以 去認識新朋友的這樣子 沒有啦 我覺得應該是要 老實的跟我說 不要瞞到就是現在我才知道 如果妳直接跟我說我還覺得 好 可能過幾天就沒事 但是是妳到今天才告訴我 因為我很怕你們之間就是 妳對他還有一些些情愫在 然後如果我跟妳講了 妳會不會就是 又開始跟他聯絡上什麼的 可是他已經有對象了 我就是怕事情搞得會更複雜 好 怎麼辦 妳應該這樣 怎麼辦 通常的中藝節目是不會搞成這樣 通常的面對 你還來 破洞我心 要來你這 難了 竟然明改明了 原來不了 好啦 我配了 這一個 無罪釋放 他 他沒穿 空襪 你沒有穿褲子 他沒有穿褲子 我都沒穿褲子 先貼起來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會 不行 不是 不 那什麼 不 離開 而且是鴨片 六位 魚罐出場 水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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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穿褲子 好帥喔 對我注意到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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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架大鳥 哇塞 哇塞 有歷史的喔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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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愛的 有性感的 有可愛的 有性感的 一致排開在這間 各式各樣都有 你們三位 這一間是不是有點穿太久了 對 而且你叫他 好久了 而且外面那個 外面罩那一間 外面那個多餘 罩那你給人家脫掉那一間 太多多餘 不 今天終究是在節目裡面 是 要不然小可愛肯定是沒有 對 但是我說那一件外套是不可以拿掉 那一件是幹什麼的 而且配色不太難 你說這一件的 對啊 哪有時候要穿那個 是啊 憲哥 話蛇天竹 你知道嗎 我最解嗨的睡衣是什麼 解嗨是哪一種 卡通圖案 卡通圖案 那解嗨嗨囉 不是不是 真正解嗨的是他的襪子 好恐怖喔 哎呦 他又無視了 而且感覺發霉了 四五六都可以 好笑給五號 好笑應該給五號 因為這個滿有喜感的 可是他後面有倒位 還有倒位 五號不至於倒位 五號不是有喜感而已 你底牌才穿一件啊 你會太... 哪有這麼高啊 好笑 好笑人 好笑人 那布亞呢 但是後面應該沒有適合的吧 布亞跟倒位 對啊 是 也沒有到倒位 我知道 五號在馬灣做套布亞跟倒位 謝謝 還是覺得拍送給他 我陪你 他一腳跨在布亞 一腳跨在兩位 一號有可能是倒位 因為你看他都已經穿得這麼性感 他幹嘛要穿一件 黑色的小可愛在裡面 那是一起的 就更倒位了 那不好意思就倒位了 好不好 那你就是五號 布亞 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揭開他們的頭照 一二三 晨曦 你怎麼在那邊 晨曦 沒關係啦 反正我覺得倒位比安翔好 我剛剛就說 為什麼 坐這邊我也不要坐到安翔 你們三位研究了一下 有沒有需要更動位置 需要調整嗎 今天的女生都是漂亮的 對啊 今天讓我們跌破眼鏡 對 製作單位有問題這個 很棒 沒有 年終了 大家放鬆了 接下來是到楊晨曦她家 我現在打開經紀人 然後叫她PROPONK 林晨曦 我們到我以後沒有 好不好 對 好 放開 謝謝 拜拜 自己來 來 可以 在經紀人的幫忙下 大根順利前往陽晨曦房間 會有什麼驚人發現呢 把自己蓋住 好 我也要弄得 是 這位 真的是 哦 這位 我太低了 ,我太低了 還有,你做衣曦 的是 這是 是的 是的 是 你還是 在乘 疲 不是 那位 看 這個 是 我真的要把他站起床 我要叫他上課 好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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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真的好啊 你現在沒有禮方 我們這次大家錄影了 錄影中 而且有一件事 我要先告訴你 你可以揍我 可是我們在錄影 而且你沒有穿褲子 他有穿褲子 他我都沒穿褲子 神經病啊你 真的生氣耶 真的生氣耶 起床氣耶 對 起床氣耶 好痛苦 怎麼樣 我想申請你 出外景 出外景嗎 老婆 我告訴你 去草莓 所以你們在做節目就不夠嚴謹 怎麼說 對 我事前都會先研究過 我要不要上草莓 是嗎 那個必須要上草莓的 對不起 請讓我讀一下你的記憶 要不然那個只能換現金 不然那個畫面只能換現金 不是 我真的很討厭別人吵我 而且他那天那個聲音 你們現場聽 好大聲喔 我畫耳鳴超久的 我想耳鳴不是重點嗎 那個草莓 沒關係嘛 不要再想草莓了 而且人家可以是哥哥拍 或者比較那個眼睛的人拍 我為什麼是一個髒的人來拍 那我現在是看李妍 只拍片 李妍晴最嚴重 這事很適合 對 而且我後來我戴眼鏡看了之後 我看到是大哥 我更生氣 因為很多人常會來我家打電動 然後他也有來我家打過電動 然後我就以為 你家可以去打電動啊 早說吧 拜託CS我得過冠軍的 你看 真假CS 來 來 一起來看一下 晨曦的這張 我反而特別想看 請看 一 我應該還要 二 三 不行 不行 等一下 不行 那什麼 先貼起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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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不行 不是 不 那什麼 不 離開 而且是鴨片喔 不是 這什麼 胸口給個鴨 你這個好像從高樓墜落 這太扯了 這個警方應該旁邊有粉 我這輩子錄影錄那麼多次 怎麼會有這種單位 怎麼會有這種的 不是 因為這是我的枕頭 這個場面失控了 而且我 嘴巴不可能是打開的 我嘴巴都是閉的 一定是大根打開的 你不是嘴巴打開 你的鼻孔都打開 大哥給你打開 這是你本人嗎 不是 那個嘴巴 我睡覺嘴巴都閉起來 好 那看完他這一個照片 個人錄 怎麼樣 他這個應該就是不雅了 真實吧 這是不是很真實 不雅 不雅 哪會不雅 這個有點不雅 你不能用不雅的眼光 去看這種色情的東西啊 要不然要怎麼看眼光 用不雅的眼光 用色情的東西 那你們覺得這一張是不是很自然 這很自然有沒有 這三張很自然 這三張都是側睡 那三張都是震睡 同一個系列的 而且他們這幾個pose 好像都可以發出聲音 你看那一張是 羅漢拳 好 來 有沒有覺得位置應該重新來 可能要大吊動 大吊動 我覺得最誘人 應該是好笑啦 Lisa 哪裡好笑 誘人 你一個一個來嘛 蔡小潔現在要換到好笑去 來 太好笑了 我不服氣 為什麼不服氣呢 時事名歸要什麼 就去吧 你就去吧 去吧 你就去吧 他這個誘人應該是那個啦 四號啊 來啦 對掉 誘人 對掉啊 其實比起來你的pose 算是像洋娃娃 誘人嗎 對 像洋娃娃 會想控制 他那個比較 算是睡得漂亮是不是 對 我一定要換嗎 去 不要 好笑 我沒有辦法進行 來 再來 哪一張還要換一下 我覺得 布雅應該是 就是 陳希對不對 布雅 就真的你 布雅 真的布雅 沒有 你布雅不是腿的部分 而是嘴巴的部分 對 那是大根打開的嗎 大根打開的 他打開的 他一天晚上 睡覺打開嘴巴 其實很大根打開 你當你是鵝啊 來 陳希就布雅了 來 布雅 真的滿布雅的 布雅 而且如果不貼那個六 更布雅 真的 然後 五彩真應該是安翔 安翔對不對 也就是說 安翔要去倒位哪裡 沒禮包 不要 旁邊站著就好 不過其實安翔不讓座怎麼辦 沒關係 在旁邊 旁邊站著好不好 非常安翔 然後子孫隨時在走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又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最好算 三粒嚴選最划算 記得來看我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三粒嚴選